60岁是人生衰老分水岭,人体真正进入衰老,但长寿者却不受年龄影响,依然身强体壮。 如果你60多岁,还可以轻松做到这五件事,或许会活得更久,或许你有这样的感受,与年轻时相比,自己的脑力似乎不够用了,反应速度明显下降。 是不是真老了?不过自然,人类行为杂志的一篇论文或许能给我们一点安慰,这篇论文指出我们大脑的运行速度是从60岁才开始变慢。 也就是说,60岁是人生衰老分水岭,人体真正进入衰老,经历上也大不如前。 但是,却有一部分人的抗衰老能力很强,他们可以超越人类平均寿命很多很多。 那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往下看,如果你60多岁,还可以轻松做到这五件事,或许会活得更久。 1.排便规律 排便在60岁后仍然正常,表明你的身体非常健康。 每天规律排便是一个长寿老人的重要信号。 肠胃功能是反映人体对营养吸收的重要标志。 如果腹泻和便秘总是发生在60岁以后,可能是肠胃功能受损,消化能力下降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营养素的供应受阻,预期寿命可能会缩短。 通过对长寿老人的调研,发现大多数人60岁后,每天保持排便一次到两次。 而且大便颜色,形状都正常,说明身体处于健康状态。 堂堂温馨提示,如果出现便贫、腹泻、便秘的这些表现, 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一般的拉肚子或便秘而不被重视。 有大肠癌家族时或老年人等高危人群出现这些症状时要特别重视, 不要只是当作一般的排便一场。 应尽早查明原因。 二、牙齿健康,牙齿不好影响寿命。 据临床统计资料表明, 90%的中老年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疾病, 它是导致中老年人牙齿脱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老年人牙齿脱落后,不仅使面部变形,苍老伟钝,还会引起消化不良,甚至引发多种严重病症。 在老年牙周病的防治上,应以中西医结合治疗为上策,将西医的局部处理作为基础治疗, 以中医变症湿制作为整体调整,增强机体抗病能力, 可配合选用一些行之有效的药膳方调制。 堂堂小妙招,牙周延食疗方,柿饼周,柿饼五十克,精米一百克。 将柿饼撕成小块,去地,与淘净的精米同入锅中,加水适量,微煮成稠粥。 每日上下午分服,具有滋阴清热之功效, 适用于因须为热形老年牙周病,正见牙银红肿, 容易出血,银缘易浓,牙齿松动,咀嚼无力,口臭,头晕目眩, 面部潮红,低热,手足心热,耳鸣,倒汗,腰酸,蛇质红,台黄,麦细数。 三,保证睡眠,六十岁以后,每天保证六至八小时睡眠时间, 可以预防很多疾病。 睡眠与疾病息息相关,很多朋友在熬夜时都会有心前驱隐隐不适, 心慌胸闷的经历,这是因为熬夜激活了胶感神经, 导致血压增高,心率加快,损伤心脏所致。 长此以往,熬夜还会导致冠心病,高血压,心率失常等心血管疾病。 堂堂小妙招,睡前按摩,养神安眠, 每天坚持按揉以下穴位,收到了养神安眠的良好效果。 十多年来饭吃得香,觉也睡得甜,天天神清气爽,不绝衰老。 1.按摩肚脐 双手掌重叠,以肚脐为中心旋转按摩, 先顺时针方向按摩六十次,再逆时针方向按摩六十次。 2.按摩合骨穴 先用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按揉右手的合骨穴一百次, 再换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按揉左手的合骨穴一百次。 合骨穴位于大拇指和食指根处,虎口的位置上。 3.按摩内观与外观穴 内观穴 外观穴相互对应,前者在手臂内侧, 腕横纹上二寸,后者在手臂外侧, 腕背横纹上二寸,用大拇指和食指相对按压两穴位, 左右个一百次。 4.按摩劳工穴 用右手的食指按压左手的劳工穴一百次, 再换左手的食指按压右手的劳工穴一百次。 4.腿脚灵活 单腿站立十秒 发表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的一项分析了 一千七百零二名五十一至七十五岁居民的研究表明, 中老年人无法保持单腿站立十秒钟, 则在此后十年内死亡风险增加近一倍。 一个人的平衡能力与体能、肌肉力量及柔韧性不同, 通常可以保持到六十岁, 之后则会相对迅速地减弱。 研究显示, 约五分之一的人不能单腿站立十秒钟, 年龄越大, 不能完成的比例越高。 这种情况在五十一至五十五岁人群中为净百分之五, 五十六至六十岁约百分之八, 六十一至六十五岁约百分之十八, 六十六至七十岁约百分之三十七, 七十一至七十五岁约百分之五十四。 换句话说, 半数七十一至七十五岁老人不能单腿站立十秒钟。 在平均随访七年期间, 百分之七的人死亡, 其中百分之三十二死于癌症, 百分之三十死于心血管病, 百分之九死于呼吸系统疾病, 百分之七死于新冠肺炎。 另外,不能单腿站立十秒钟的人, 患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 合并心血管病以及糖尿病的比例更高, 尤其是糖尿病的患病概率是能单腿站立者的三倍。 五,会运动比运动重要。 推荐一,俯卧称动作简单, 且能锻炼全身。 美国医学会杂志刊登的一项新研究发现, 连续做俯卧称的次数可预测心脏健康状况。 与一次做不到十个俯卧称的中年男性相比, 一次连续完成四十个以上俯卧称的中年男性, 未来十年罹患心血管疾病风险可降低百分之九十六。 俯卧称简单一行,且无任何成本, 随时随地都可帮助人们评估心血管疾病风险。 推荐二,每周慢跑2.5至5小时,能防七种癌。 近日,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 美国癌症协会和哈佛大学研究人员发现, 每周进行2.5至5小时慢跑等中等强度锻炼, 可以预防患肾癌、骨髓癌和肝癌、 男性患节直肠癌、女性患乳腺癌、 子宫内膜癌和非霍奇金磷巴流的风险。 德国学者研究表明, 跑步能延缓血管细胞的老化, 50岁开始跑步也是值得的。 研究者表示,在最理想的情况下, 到80岁时你还可以拥有50多岁的人的心脏。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的研究者发现, 跑步一小时可以将寿命延长7个小时。 堂堂温馨提示,跑前问自己, 我适合跑步吗? 和其他运动相比, 慢跑虽更易简单上手, 但他也挑人。 如果年龄超过了50岁, 或者有心脏病时, 在或者体重已经超过了标准体重50%, 就需要在跑步之前先做一个检查。 要跑多久才有效, 某股科医院在其官方微博上发文科普, 给出了具体的指导, 每天跑15到20分钟, 每星期至少跑三天才会产生效果。 想要效果更明显的话, 每次跑步45分钟到一个小时。 要进步, 需要连续跑, 坚持下去。 由此可见, 更加长寿的人都会有一些好的表现。 如果排便规律, 睡眠质量高, 走路速度快, 都说明身体健康, 需要继续保持, 这样身体保养好了, 健康有了保障, 可以更加地长寿。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看完之后, 您有什么感受?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